这一题,那个210,这个是第二类的题目,所以会用到也是缝回圈,其实或者度快回圈都可以,再加逻辑判断。 那这一题的话就是说,这个是一个联立方程师,联立方程师特别注意就是说,他这边有个xy的值,那xy呢,就是当然y是会随着x的值增加而变这个值, 那y的值其实意义上是跟这个x的值是联动的,特别注意,这边还是有个小问题,这个看起来是什么,3x其实是平方,3x平方,所以这个地方有点问题,3x平方加2x加1,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,是3x的平方, 后面没有问题,加上2x加1,那y的值是由x跟x是联动的,所以当什么状况呢? 就是说呢,他是希望说,就是x跟y呢,他是小于,就是说最后y有一个,最后的值是,假设是,假设是,假设是z的值是5,8,9,对不对? 那请问一下,在什么状况底下,当这个x,也就是最后呢,我们要秀出来是当x等于13,然后呢,y等于534的时候呢,这个是最好的解,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,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公式带进来, 然后最后的话呢,秀出来的结果,就是当x等于13的时候呢,然后呢,y等于534的时候,这个是最佳的解,就是说我不要,最后的值呢,不要大于5,8,9,那我想要知道说,这个x跟y的值,那我把最后的结果秀出来,给各位看一下,类似像这样喔, 那也可以用度回圈,或者是用4回圈,其实都跑,都可以跑得出来,那我来试一下,给各位看一下,如果执行起来,那底下会先秀一个就是,请问一下这个,z的最大值,z的值为啥,589,那我按一个enter之后的话,秀出来,必须要像这样,就是x为13的时候,当y等于534的时候呢,符合这个条件,那当然你也可以再执行,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, 其他的值,也是589,如果说我今天换一个数字好了,比如说我给他一个899好了,enter,899,这个数字,当x等于多少,y等于多少,但是这个y又不能够大于,这个899,那这样的话,跑出来,当x等于16的时候,y等于809,这个数字是最好的解,否则的话,再来进到下一个,比如说当x等于17的时候, 那就超过了899,所以这地方的话,也要符合这个程式的要求,就是这个部分,那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试试看呢,首先当然第一个,你要先能够执行,这边让user去输入一个589,enter之后的话呢,最后秀出来,要当x等于13,y等于53,就是符合这个条件,那这边的话呢,基本上, 我是怎么样,跑一个回圈,那这个回圈的话,基本上就是让x从0开始跑,跑一次,然后呢,条件的话呢,是当y小z,继续跑回圈,跑到最后的话呢,那特别注意,这边x++,就是0跑,带这个,带这个,然后呢,再来,最后一定要整数了, 那往下跑,1234,那当什么条件会跳出呢,当y大于z的时候,那当y大于z的时候呢,它等于已经多加一次了,然后呢,当下一次,它又进入,再回来,又再多加一次,所以最后,这个值,x的值呢,会被多加两次,所以必须怎么样呢,把它剪掉, 剪掉之后呢,秀出来值才会是正确的,OK,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,这个地方,最后怎么样做,我想各位先把题目看一下,那这个题目,有一个,有一个问题,就是这个地方是x的二次方,OK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等一下再来,给画面先还给各位,OK,那刚刚的那个,稍微看一下,基本上, 这边,我跑一个4回圈好了,那4回圈,基本上x从0开始,那条件的话,进入回圈的条件,就是当z,当y是小于z的状况下,就继续跑回圈,所以最后的话呢,当然加一次之后,那我们一定会多跑一次,可是又回到上面,x又多加一次,所以最后,这个x必须要再减掉二,才会 会得到我们最后需要的那个x的值,所以这里的话,基本上我们,因为这个地方,我建议是可以用那个除错模式来看,会比较清楚,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,这个人脑,要跑这种回圈,你要去看,其实基本上不太容易,那之前有同学问到,就是说那个,像国际证照,有没有,国际证照考试的时候,是考选择题,那很多题目是,就是考你跑,跑这个回圈, 跑完之后的结果为何,甚至里面还有很多限定,这个回圈里面还有if,判断式,然后,所以基本上,如果要考那个,现在是,以前叫SCJP,现在叫OCJP,因为被Oracle给并购了,所以现在是OCJP, 那那个国际证照基本上,它是考观念,它不一定要你实,它没有实作,所以那个是算最,Java里面最低阶的一个证照考试,那基本上,经过那个,通过同学,就是说很多最近通过同学的一些心得, 最终要能够通过的话,还是要掌握那个,所谓的那个,考古题,因为很多题目,如果你,因为它国际证照考题里面,很多都会,在某一段时间里面,出的题目,就会有个题库了,那题库里面的话,基本上,如果你掌握的比较正确的话,基本上通过的几率会大大增加,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,参考的题库的话,你冒然去考试,基本上,那个考试很贵,那考试好像是,如果你没有买卷的话,最少大概都五千块上下,可能如果你是去跟人家买卷,大概四千多块,或者网路上也有人在卖,基本上,大概是这样的,这样的状况,那不过这个,这个是国内考试,它考的是,上级考试,它没有选择, 就是要你把,它给你一个题本,题本的话,就类似像这样子,它给你一个题本,然后要你怎么样呢,现场做出来,把结果秀出来,然后存档,存一个.java的档案,它最后会,一个java档跟一个compiler档,最后交这两个档,它是看实作的,OK,那这里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我们用debug mode,debug mode好像我发现,同学在这个部分,好像也不是很熟悉,第一个, 按下去之后的话,按这个debug mode,底下的话会秀出来,589,比如说题目里面要求589,我们就先589,那这边记得先设什么呢,中断点,按4之后的话,它会切到中断点,那各位可以看一下,现在Z的值,因为我输入给它了,所以这边589没问题,那X跟Y预设值都是0,有没有, 所以我们跑这个连立方程式,那要整数,所以呢,我们把这个三乘上X的二次方,所以用一个paw,加上2X,加上1,这个是它的一个连立方程式,最后强制转型为整数,那我们这地方当X等于0的话,当X等于0的话,Y等于多少?Y等于1嘛,对不对?那当X等于1的时候,Y等于6,有没有,当它等于2的时候是7, 34,59,有没有,你会发现呢,当X的值越增加的时候呢,那Y的值越增加,因为它是连动的,OK,那当它等于12的时候,13有没有,534了,再来是14,那14的时候的话,Y等于多少?Y等于617,所以617之后的话呢,等于它多跑了一次,对不对?所以要减掉,那第二次因为呢,我要进入到这个判断式,所以这个时候呢,X也会再被加一个, 所以X会被加2,现在X等于14的,对不对?那因为我还在判断,所以还会再怎么样?再加一次,加完一次你会发现,它就多加了几次呢?多加两次,有没有?第一次的话就是因为超过的时候判断,第二次的话又再来判断,所以会多加两次,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知道,那X等于多少的时候,那就是X必须再减掉2,当X等于 15减掉2就是13,当它等于13的时候呢,那这个地方,589直接执行,OK,好,那当这个X等于13的时候,那Y等于53是符合这个条件,OK,所以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,用4回圈跑这个地方能是最后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,那除了说用那个, 4回圈之外,那各位可以把它改一下,比如说可以把它改File回圈,跟度回圈看看,基本上也是OK的,我这边改一个度回圈好了,基本上跑出来,589执行之后的话,那这地方的话也是一样,最后呢,也是一样,基本上怎么改,我想之前我们都讲过了,你也可以先改成File回圈,再改成度回圈,没有问题,好吧,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,试试看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